不能有小数点 就是说如果你今天 要指向在Google地图上面的某一点的话 你不能给它就是到小数点的第六位 你必须把这个数字转成整数 那也就是你必须要乘上十的六次方 再丢给它 这个叫GoPoint 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这个地方的应用 那首先大概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基本的功能 不过你会发现这个 它其实非常好用 尤其像这个接警功能 各位应该有用过吧 这个小绿 这个小人只要飞过去之后的话 各位就可以看到 现在所有的这个接警都会射出来 这个应该是 这个不知道 飞太里面了 这应该好像是巷子里面了 OK 这个应该是前面 它可以旋转 往前点两下 那可以到走出来了 这个就出来了 那我们应该是在 应该是在 这是哪里 这是巷子里面 OK 好 那大概就是这些功能 接警的功能 不过我们如何利用 这个手机 帮助我们把这些功能放在手机里面 那各位要注意几个重点 第一个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呢 如何申请 申请 Google地图上的API 金钥 那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在那个 Android里面呢 使用Google地图 这个流程还蛮琐碎的 还有很多地方你要特别注意 如果你没有金钥的话 你是无法使用地图的 也就是说你要去注册 注册一个什么呢 它会给你一个API key 如果你没有API key 你的地图是无法在 你的模拟器上面 或者是你的手机上面显示 这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呢 你在使用Google 要开发Google地图的时候 你使用的版本 就是这个API的版本呢 也不能够用预设的 那特别注意 等一下请各位要注意几件事情 第一个 你要申请 如何申请这个金钥 第二个的话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在我们的那个视窗里面的 喜好设定里面 那你一定要注意 就是你的Android里面的版本 到底有没有这个 至少了 一定要有一个版本 是叫Google APIs 那这个Google APIs 如果没有的话 请各位先把它装一个 至少要装一个 你们等一下检查一下 那建议是装哪一个 装2.33的这个好了 因为至少 这个2.33的 它比较相容 你也当然也 我是建议暂时 还是不要装4 以后的版本 我觉得问题还是蛮多的 那这个部分呢 你们先检查一下 如果没有请到 这一个 我们这上面有个OpenAndroid的SDK Manager 请你把这个地方 把它装起来 那这里的话